大家好,今天預備和大家分享一個酸菜魚 材料很簡單,這裡有140g的酸菜 這些是客家酸菜 之前我做的是潮州鹹菜的燜魚,所以有點不同 這裡有450g的鰻魚腩,斬開一件件 跟我之前蒸過的方法一樣,也斬一件件來做 有一湯匙薑絲,一茶匙蒜蓉,一茶匙蒜蓉 做法很簡單,待會埋鍋再繼續 現在我先把鹹菜做一個簡單的去鹹處理 大致和薯菜做法一樣,白鑊之後放進去,把鹹處理乾 然後我就把鹹處理起 全一個中暗火,不要太大火 推的過程大家都會看到,在鑊裡會有很多鹽份黏著 因為推了鹹後,如果大家在鏡頭應該會感覺到 鹹酸菜已經很輕生,已經推了散 現在我就把鹹處理起去,然後洗一下鑊 再繼續 好,這個鹹鑊之後,我們先轉去最小火 然後加一湯匙的油 把薑絲放進去爆一下 把薑絲爆出香味之後,我們就把蒜頭倒進去 爆一下香味,然後把鹹菜炒進去 剛剛先早完他段把它卡住 好,所以把因此成APY DevA 然後把薑絲爆成的油 現在我們要煮鯪魚腩 大功告成 煮滾了一點點的味道 可能要加一點湯 水太少了,我們先煮中火 先加一茶匙的糖 我覺得可以了,我現在要加一些魚 因為魚我沒有刻意醃 我只是兩邊加一點胡椒粉和油鹽做一個底味 盡量保持魚的原油鮮味 我們保持現在這個火腦 蓋上蓋子,三分鐘 因為這塊魚的厚度應該是四至五分鐘 三分鐘之後我們試一試,翻到後面 再焗兩分鐘 三分鐘就蓋了,看看怎樣 現在我們就把魚逐步翻 翻到另一邊 一樣,蓋上蓋子 然後再蓋兩分鐘,應該差不多就完成了 好了,最後兩分鐘都過了 現在開了 先把魚逐步熟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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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熟了 我現在把魚逐步熟 另一個鏡頭在後面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這個相當野味的酸菜魚 因為它會鹹鹹酸酸 還有再加上魚的鮮味 帶出魚的鮮味 是相當好吃的 希望大家不妨吃一時 謝謝大家 是否把魚逐步熟 我想問,我們煮得到 沒錯 這Danielid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